在如今的美国 中国威胁似乎无处不在 3月28日 香港媒体《南华早报》发表了 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罗奇的评论文章 对美国日益泛滥的恐慌情绪进行了驳斥 罗奇指责这种情绪夸大其词 近乎歇斯底里 那些针对中国的指控 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 却从来没有确凿证据 其背后是美国两党政治化的演绎推理在其作用 他警告 对中国的过度恐惧很容易掩盖许多 由美国自己造成的问题 美国领导人应更加理性和冷静地加以思考 这篇题为 美国的恐慌情绪脱轨 阻碍了自身进步之路的文章提到 美国当下的反华情绪已经持续多年 最早始于美国决策者 对华为提出国家安全担忧 作为中国的国家科技冠军 和开发新型5G电信设备的市场领导者 华为被指控可能为所谓中国间谍活动和网络攻击 设置数字后门 但华为只是一个开始 此后 美国陷入了一场全面爆发的恐惑症 罗奇说 他从不轻易使用这样的词语 牛津英语词典将恐惧症定义为 对特定物体或环境引发的极端 非理性的恐惧或胆怯 事实上 中国威胁现在似乎无处不在 文章写道 美国政府实施出口管制 切断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的渠道 这是美国阻碍中国人工智能雄心的举措之一 美国司法部还刚刚起诉一个所谓 涉嫌攻击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 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黑客组织 此外 中国电动汽车 建筑 码头的装卸起重机 以及国际版抖音 给美国带来所谓风险 也被大肆炒作 美国人的担忧不仅限于技术领域 罗奇注意到 美国政府将一个多边问题与一百多个国家的贸易逆差 误判为一个双边问题 并用关税来惩罚中国 其他人也在警告 随着南海和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 华盛顿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夸张说辞有失 近乎歇斯底底 有充分的理由担心 这种日益严重的恐惧症会在美国失控 罗奇写道 自20世纪50年代初的抹红时代以来 美国还从未如此诋毁过另一个大国 当时 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和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双向发力 打着保护美国人免受苏联间谍和影响的幌子 带头对所谓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发起攻击 如今 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另一位政客 众议员加拉格尔凭借众议院中国委员会主席的身份 牵头对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未经证实的指控 这令人想起当年令人毛骨悚然的黑暗时光 虽然加拉格尔将于4月从国会退休 但他留下的风气将继续存在 他不仅是彻底封禁国际版抖音法案的共同发起人 还是国会势力的领导者 这些都给支持对华接触的声音蒙上了长长的阴影 罗奇在文章中指出 美国的一连串指控披着不透明的国家安全的外衣 惊陷了美国未经证实的恐惧 任何一项指控都没有确凿证据 都是关于中国日益咄咄逼人的间接证据 很明显背后是美国两党政治化的演绎推理在起作用 例如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要求我们想象 如果电动汽车在美国高速公路上武器化会发生什么 前总统特朗普任命的联邦调查局局长雷警告称 一旦中国决定发动攻击 中国恶意软件可能会导致美国关联基础设施瘫痪 一名前美国反情报官员 甚至将中国制造的起重机中的传感器比作特洛伊木马 罗奇说 还有许多类似这样虚构的假设 但都缺乏能证明意图或行动的确凿证据 是什么让美国对中国做出如此恶毒的反应 文章指出 美国长期以来 不容忍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和其他形式的治理体系 美国例外论的主张 似乎迫使美国将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观强加于他人 冷战时期是这样 今天亦然 罗奇发出警告 对中国的过度恐惧 很容易掩盖许多美国自己造成的问题 比如双边贸易逆差很可能反映了个别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但广泛的多边贸易逆差更多的源于美国长期预算赤字 导致国内储蓄不足 同样 所谓技术威胁也并不是所谓中国盗取美国知识产权所能解释的 他背后反映的实际上是美国在研发投资和高等教育STEM人才的不足 美国政客往往把指责中国当作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而不是反攻自行 另一方面 愈演愈烈的恐惧症将导致事实越来越模糊 推高与中国发生意外冲突的风险 一旦根据这些焦虑采取行动 美国可能会引发本想阻止发生的结果 罗奇最后提醒美国领导人 不应把过度恐慌行为视作正当反应 应该更多理性和冷静的思考问题 发挥全球领导力 同样要求做到这一点 罗奇感慨道 在1933年的首次就职演说中 美国总统罗斯服用令人难忘的一句话 强调了这种危险病态的最终风险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恐惧本身 在眼下的恐慌狂热中 这一点非常值得铭记 在美国恐慌症患者的眼里 中国成了洪水猛兽 随时都有可能将美国生吞活泼 因此只要是来自中国的物体 无论是华为的电子产品 还是民间科研机构的气象气球 在他们看来 都有可能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 在这种畸形的政治生态环境下 滋生了一大批神经质的美国政客 直接把美国带跑偏了 超过73%的美国受访者都认为 拜登正在把美国带向错误的方向 而这个错误方向不只是导致美国一次次沦为全球笑柄 更重要的是 还有可能会将美国带向大国冲突的灾难深渊 事实上 美国的恐慌症来源于政治内讧 白宫、国会的政客们出于对中国崛起的忧虑 在对华政策上形成某种共识 中国议题成为了华盛顿精英 谋取政治利益 且屡试不爽的手段 由此在美国两党中催生了 对华强硬比赛的畸形政治生态 在美国政界 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谁渲染的中国威胁论更加吓人 谁就有可能成为赢家 因此 中国在美国两党政客的口中是越传越神 甚至变成可以随时侵略并占领美国的洪水猛兽 这就是美国朝野上下 媒体甚至社会患上恐慌症的主要原因 美国两党在对华强硬政策上所形成的共识 绝非是某种合作 而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背景下 展开的一种无底线竞争 因此 美国政客普遍患上的恐慌症 非但无法弥合两党之间的分歧 反而因利益分配不均 而扩大两党之间的裂痕 对此 美国前代理防长米勒日前指出 中国人一定会嘲笑美国人 因为美国在内部这些愚蠢的政治斗争中自我消耗 自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之后 美国党派之间的斗争就被公开化 拜登上台之后 出于自身党派的利益 破坏了美国保持200多年的潜规则 即对特朗普的相关丑闻展开调查 从而引爆了美国政治斗争公开化的定时炸弹 所以 现在的拜登政府不但要在海外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 同时 还要时刻瞪大眼镜 防止共和党捅刀 华盛顿精英阶层普遍患上的孔华症 不只是增大中美爆发直接冲突的风险 同时更进一步加剧两党 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 据海外网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员格林日前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认为美国应分裂成两半 同时还直呼 这个国家要完了 格林在文章中指出 每一个和他交流的人都认为 需要将红州和蓝州分开 并取消联邦政府 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这个国家要完蛋 其实也难怪 当前的联邦政府热衷于在海外玩火和内部党派斗争 却忽略了美国社会所存在的多种危机 遭到一些民众唾弃 也是一种必然结果 毕竟 美国联邦政府只顾及自身利益 而罔顾国民生死的做法 只会让美国的政治和资本利益集团得到好处 对美国底层民众而言 却是一场噩梦 因此 在一些美国人的心目中 像这样的联邦政府 无论是谁上台执政 都没有存在的价值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